HIGH 大家好 我是Kevin 如果你這一整年來都有在追蹤我的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 我的影片裡面其實用的鍋子 好像都是同一款系列的喔 尤其是這個不沾鍋的部分 就是這個有紅色彎把 它識別度非常高 叫做DOMO GZERO系列的不沾鍋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算是一支介紹商品的影片喔 不過這也是我一整年使用這個鍋子以來的心得喔 那就分享給你 好 那這個DOMO GZERO系列的不沾鍋 這兩支鍋子其實我已經用了一年喔 而且我使用的頻率並不算低 一個禮拜至少也用個一到兩次都有的 你只要做好清潔 然後使用的時候不要太粗魯 雖然還是會有一些刮痕 但是其實都不明顯 看起來是非常漂亮喔 那這個鍋子我一整年用下來的心得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好用喔 那主要有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呢以不沾鍋來講 重點當然要的就是這個不沾的效果 對吧 不過呢這個DOMO的不沾鍋 它除了不沾效果很好以外 還有幾個特色喔 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這個不沾的效果 是比一般的不沾鍋的壽命更長的喔 那我有去看一下這個DOMO官方 對於這個不沾塗層的介紹喔 這個不沾塗層其實原本是用在一個 航太科技上使用的一個塗層 後來才發現說可以運用在這個不沾鍋上面 所以呢它的這個壽命呢 是比一般的這個塗層壽命更加的長喔 一般來講可以達到兩倍 所以你看我用了一整年之後 我完全不會覺得說它不沾的效果 會比前一年的時候 剛入手的時候感覺更差 還是非常的不沾效果非常好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不沾的塗層超厲害 就是它非常的耐刮 一般來講我們買這個不沾鍋 最怕就是說要小心不要刮到對不對 這個塗層如果刮壞了 它不沾效果就不見了 所以呢你就會用這種木頭啊 矽膠鍋鏟 或者是說你煎東西 帶一些硬殼的骨頭的料理呢 你就有點不敢用不沾鍋來做 但是這些問題呢在GZ6上面呢 就是完全是不需要擔心的 非常耐刮 你甚至有時候用一些鐵鏟去鏟 都沒有問題喔 當然啦也不是說過度大力的去破壞它 在正常的食用範圍裡面 你不用去擔心說 這個鍋子是很容易刮傷的 非常的耐刮喔 另外來這個喔 航太極的Hoplon的塗層啊 它的特色就是還有一個 是可以耐高溫 為什麼耐高溫很重要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做料理 有一部分就是需要高溫去煎嘛 最經典的就是像牛排 或者是說像油炸類的 你一定溫度要到200度去煎才會好吃 不過如果你是使用不沾鍋的話 你都會怕說拿來煎牛排 溫度太高這個塗層 是不是很容易就燒壞了 或是這個疑慮或是說 釋放出不一樣的東西 不過呢這個 航太極的Hoplon的塗層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跟那個可以溫到400度喔 所以煎牛排完全是OK 可以放心給它煎下去 好再來呢我就要分享一下這個鍋子 鍋體的造型設計的部分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DOMO鍋 它的造型非常的突出 而且識別度很高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紅色的彎把 那這個彎把的造型呢 絕對不是只是一個好看而已喔 這個彎把的設計是有一個專利的 而且使用起來 我敢保證 真的是非常的輕 因為呢 取用這個彎把的時候 你這個手持的濕力點 就會比較靠近整個鍋子的重心 你如果是要做 尤其這種翻炒的料理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你的手腕輕鬆 非常非常的多喔 真的是輕量化 而且它的鍋身也沒有使用很重的感覺 就是它的這個加熱的底層呢 好像就並不是非常的厚重 所以整個鍋體就已經輕了 再加上這個彎把 這種省力的設計 你操作起來非常的輕盈 所以非常推薦給力氣小的女生啊 媽媽的朋友們 再來呢 這個鍋子這個彎把的造型的設計啊 意外有一個非常貼心的地方 就是收納 那因為呢 我們傳統的鍋子 一般的印象就是說 它有一個長長的這個手柄嘛 那一根橫在那裡 你只要收在這個櫃子裡面的時候 橫在那裡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佔空間 卡卡的 但是呢 它做這個彎把呢 意外的就是把這個鍋子所佔的面積變小了 所以它變得非常容易的收納 很省空間 那再來呢 就是說這個彎把的設計啊 如果說你家裡的廚房比較小的話呢 那一根比較長的這個手柄呢 如果一不小心 你可能在爐子上啊 然後人在走動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小心碰撞到那個手柄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危險 那這個彎把呢 相對就會減少一些這樣子的風險 因為畢竟呢 它比較短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這個造型呢 很額外附加的優點 說實在的啦 其實我一開始收到這個鍋子的時候呢 我也覺得說 它造型好像蠻標心立意的 其實看起來有點突兀怪怪的 不過呢 說實在它真的是非常好用 所以你越用呢 我就覺得 欸這個造型呢 其實好像也蠻漂亮的 就是一個不滿意的風格喔 好 這個DOMO呢 鍋子這個品牌啊 除了剛剛這個GZERO系列的 黑色這款 這款不沾鍋以外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 就是Dolomiti的系列喔 那這個系列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喔 就是它使用的是這種 礦物的不沾塗層喔 那它帶的這個塗層 沒有辦法像 就GZERO這種 耐光耐高紋這麼厲害 不過 它也是用到了 礦物不沾塗層 這麼好的 這種材料了 那除了這種 礦物不沾塗層以外呢 它其實在 鍋面 其實有設計這種 蜂巢式的 紋路的設計喔 可以讓你在建東西的時候 更加的不沾 所以這個不沾的效果 是更好的 那同樣呢 有這個非常省力的 彎把設計 雖然說它的塗層沒有到那麼厲害 不過呢 它的價格呢 相對也是比較親民的 其實我覺得 以使用來講 它還是非常的好用的喔 那以上呢 就是我使用這個Dolomot系列的鍋子 一整年喔 使用下來的心得喔 基本上這個不沾鍋 已經算是 一般家庭 必備的這種鍋具了 因為不沾嘛 其實大部分的人 廚藝並不是那麼的精湛 說實在的 大家還是需要一個不沾鍋 來幫助它 比較能夠簡單快速 而且不容易失敗 完成料理 那一般來講 就是這種不沾鍋 都會有一個 這種壽命的問題 會當作是一個 損耗品 有的人可能是半年 到一年 可能就要換一支不沾鍋囉 那我以前的經驗也是這樣 可能大概一年就要換一支 Dolomot的不沾鍋 我現在已經用了一年喔 我覺得它的狀態 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 我相信它用到兩年以上 甚至三年都沒有問題 非常耐用 你不用說常常要不換鍋子 但重點呢 你使用鍋子的習慣要好 好不好 也不要亂敲 而且洗的時候 一定要洗乾淨喔 使用才會用久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使用Dolomot鍋 一整年下來的心得喔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商品相關的資訊 你可以前往我們文案 或資訊欄位下面的連結喔 可以看更多 好那還沒有訂閱菜單 你就熟了啦 請幫我訂閱一下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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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